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USTIMEPIECE GZ4的小刚 这一季就是来和大家聊聊一下一些值得玩的一些恶手名表 那都问小刚为什么叫这个值得玩的恶手名表 那其实你恶手名表 小刚个人觉得他的这个在恶手市场上的售价 你会看到他是比他这个原有的这个定价 原有这个公价他的售价是低的 而且他也是一个高级的品牌 那再加上他有定的这个就是很高级的这种制表的一些工艺啦 或是品牌知名度啦这一些 那市场上也是比较火的 那值得去玩的一些表 那售价在恶手市场上也非常的值得入手 那这个就是小刚刚所谓讲的这种值得玩的这种恶手的名表 那所以今天要来聊聊一些值得玩值得收藏的一些 还是这一集啦就是恶手的名表啦 有什么选择呢 那今天要讲的就是酒桶行这种雕款 那大家知道酒桶行啦全世界最有名的就是这两个啦 这个RM理查德 Richard Mel跟这个FM法木兰 Frank Mueller 那如果我其实和你说Franc Mueller 除了有外星那其实他的细节啦其实也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去可以欣赏的 你相信吗 那今天我们来聊聊法木兰 Frank Mueller这个来自瑞士日内瓦的这个品牌 其实FM跟RM哦其实这两个品牌都是非常年轻的 不是不是那些什么过百年啊或是几百年历史的牌子哦 那他虽然是顶级虽然是高级的品牌 但是其实他的年龄哦 这个品牌的单身哦其实还是非常的年轻 但是他可以做到在这个名表界当中啊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 也有一定的这个知名度哦哦 这个高级的品牌哦 那确实他不简单啊哦 是世界知名的这个高级万表的品牌之一 那大说数人的熟悉的知名万表品牌哦 都是几乎都是过百年的嘛 刚刚有提到那这个都是这些都是一个很年轻的啊 他没有一个很雄厚的历史 但是他却可以在这个高级高端的这个万表市场崛起哦 那原因在于他利用很多不同的这个高级材质 大量打破常规的就是我们以前就是传统看到的那种 他就不是哦 他利用很多高级不同的材质呢 用很多不一样的这种创新啊做法啊手法 去使得这种无数男性女性啊就是各大的明星哦 都是追捧的呃其中的一个手表之一了哦 当然某一部分人会吐槽哦 发布兰利用这个死力大机星啊 就好像这个 呃宇波休华的这个classic fusion这个经典融合系列一样哦 的他也是用死力大吗 其实他们道理都一样哦 那小刚就来分享一下一点点这个自己的这个心得啦 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品牌这样做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哦 最主要啊当然这个品牌是高级品牌嘛 那如果是自家机星哦 那个售价肯定是不凡的嘛 对不对 那个售价肯定不一定啦 那说是一种奢侈地位的这种高级品牌嘛 那到时候等一下又有人吐槽哇 又做又成为了另一个RM 那只能看买不到那个梦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FM哦 呃 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这个外形来的嘛 这个Frank Miller 法木兰嘛 那拥有一个通用的机星啊 绝对是一大的优点 我个人这样觉得啊 那既能够带得起Vanguard这个酒桶星这种外观啊 又不必担心未来保养维修这个费用啊 你这样想不是觉得更有道理吗 对不对 那绝对带得开心又安静哦 那当然如果今天你想要的是更高级的工艺哦 那Vanguard当然也有自家机星的这个工艺啊 甚至有驼飞轮等等 这样做其实恰恰满足了绝大 呃这个大多数的消费者 能够去拥有Vanguard哦 樊木兰这种表款哦 但并不代表啊 入门的这个Vanguard他做工就很麻糊 其实你放大去看哦 细节去观赏哦 每一个部分哦 其实他都 小刚发觉他都有经过 严格的这个考量和精心的这个设计哦 才有了今天 在外面很多品牌都要抄的这个设计哦 那这就是所谓的创造经典的四个字哦 那贴在表盘上的这个石标刻度啊 我觉得价钱会一样吗 你想也知道吗 对不对 那这样讲会不会更加明白 大哥 大家level都不一样吗 是不是明白吗 那法木兰V41啦 小刚手上这个V41 个人觉得呃 上手比起V45哦 那有更好的这个佩戴感哦 那小刚我的手腕是16.5cm哦 那V41是一个41啊 这个表镜了 他这个规格哦 他表尔到表尔大概是49mm哦 那所以你看他整个表尔 整个表壳的这个规格尺寸啊 其实也比较接近这个理查德啊 这个RM 他这个表壳的这个尺寸规格哦 这一种不大又不小啊 反而真的更显贵气啊 我个人觉得 那今天就是要讲的就是这样多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拜拜